如果说时事造英雄 那么希尔切鲁蒂 这名在示威中领导众人走在最前线的模特儿 被称之为神奇女侠也当之无愧 自从反总统示威爆发以来 成千上万人走上街头咆哮 要求尽快举行大选 这名44岁模特儿更以实际行动表达不满 在硝烟密布的示威现场 希尔切鲁蒂戴着头盔 以石头回进武力镇压群众的维安部队 巾帼不让须眉的强悍硬朗形象瞬间走红 鼓舞着不少示威民众 更被网民形容为真实版的神奇女侠 这是一个名字 但是好 因为你带着一个力量 一个力量 也需要民众 这就是我希望能够移动 力量 让你继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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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你要一个目的 我希望能够带你所有的力量 跟所有的力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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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希尔切鲁蒂除了是一名模特儿 也是一名健身教练 伴随着最新的光环 他就希望可以启发更多人加入正义联盟 继续奋斗 拉倒马杜罗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自从4月初爆发示威以来 目前已经有39人死亡 百多人受伤 上千人落网 眼看这个拉美最大产油国几乎全面瘫痪 但总统还是赖着不走 让反对派非常着急 国会议长伯格斯就决定走出去 要求邻国向马杜罗施压 伯格斯星期四会见秘鲁总统库琴斯基 呼吁国际社会向祖国的军事和民事机构施加压力 虽然库琴斯基表明无意干预他国内政 但强调愿意充当鲁重连 为这次的政治危机寻找和平出路 至于伯格斯计划接下来 走访哥伦比亚 阿根廷 厄瓜多尔以及巴西 不分左右派系要求区域国家 声援维瑞瑞拉反对派